澳門現在有一個全民檢測和停貨停工的措施 有個朋友問,買了銀魚$42,27 他說現在應該怎樣做呢?會不會見28元? 我不知道怎樣得來,會不會見28元 你經常亂猜一些目標價 他沒有說,但可能有他的邏輯 所以我需要多些原因,怎樣提供 你回心一想,一連接,你問恒指會不會建立萬點? 我真的猜不到 但你問,會不會完全無可避免? 你想想,如果在圖表上穿39元,你又不走 下次穿34元又不走,就有機會 但當然那個過程會怎樣? 澳門的疫情爆得很厲害 全球合成了一個明顯的經濟衰退 那些位置,澳門豪賭股有機會還有一個深一點的調整 但如果純粹很短線地看 你現在看到疫情爆得很厲害 要封城,要封城 開不了了,通不了關 是的,所以估計現在跌了下來 但接著封城了 之前說了很多不同的行業都有這樣的經驗 封城了,控制到疫情了 甚至說,因為今次成功清零之後 令到之後覺得又可以再通關 接著又會炒上去 所以我們覺得短線,你炒這些股份 從短線角度,任何短線走勢步寸上 當它穿位的時候,你沒有理由不走 所以如果你從一個短線走勢上看 當它穿5月25日的低位 或者簡單來說,今天收市39元收不住 你再走,因為可能有機會回回36、35元 可能是3月的低位,會見不奇怪 圖表上面都告訴你,是差 10天、20天的平均移動線 其實現在你看回,最常用4條平均移動線 差10天,還未穿20天線 接著就是一些空袖排列 那些死亡球員都發出來了 所以短線是很難爭的 但如果你放在很長的時間那麼低 有機會讓你炸上架香 你就要做定心理準備,可能落到33元 32元這些位置 可能那些位置順次去購貨 所以我覺得這一刻塗到股 你要問清楚自己抱著什麼心態 如果你看到很短線炒作的話 今天收市期不在39元就先走了 再找機會買回來 那沒必要這樣炒難炒的 那你42元那時短線做部署 都是因為打算接駁去通關 那現在那個狀況見不到通關 那就再找機會買回來 但短線部署上面你要記住 就是隨時有機會說 疫情有機會控制到 康復的時候你就要去買 不是等到真的在說通關 確認疫情好的時候 那些好消息出來的時候 市場已經提早反應 所以你想想看好銀魚 其實這段時間已經在跑輸的事很多 原因就是之前擔心新的博彩法 再加上現在疫情上面 那你這一刻就疫情又未爆到最壞的那些時間 那你做好封面管理的 短線就先走 那至於你會不會下回28元 到時才算 如果你看到中長線這樣算的話 暫時這一刻賀賭股不差 但一定是以一些分柱給納的形式 去慢慢收集到股底 所以我覺得暫時分清楚自己炒股票的策略是怎樣 我覺得暫時短線來說 賀賭股的確是比較大的問題 因為集合負面因素而若新 但我們經常都說疫情的因素就不是最擔心的東西 我比較擔心的是經濟增長放緩的問題 我都猜你始終跟經濟敏感度比較高 你說內地經濟增長放緩 還是澳門本土的經濟增長 沒有內地經濟放緩 全球經濟增長都是面對著放緩 但問題不能判斷影響性有多大 所以我覺得今天收市期不可以39元 你就先走